完美日記 金絲絨唇釉 來嘍 它是這樣子的喔 每個人給它看一下 就是一個小小的改變 它上面會有一點點 就是那種金色線條的上面 來 第一支顏色 V10號色 它這個系列裡面是有一點點 Bling Bling的小細閃 看得到Bling Bling嗎 有Bling Bling嗎 好 沒有 它這個Bling Bling真的太細了 細到可能這個攝像頭沒有辦法抓得到 這個是V10前桃五步的一支顏色 就是有一種那種桃紅色 桃色的感覺 日常大家都會用的一支顏色 那這支顏色我要推薦一下 適合於這個皮膚比較白的女生用 或者會畫一點點妝的女生用 這支顏色喔 下一支顏色 V12 好好看 玫瑰紅茶 很漂亮很顯白 這支顏色黃皮都可以用 而且很適合秋冬天 這個顏色它會帶一點點的紫調紅 第三支 我先試V13跟V16給大家 V14 V15 我覺得大家家裡應該都有這種顏色 紅的就是紅的 我先試V13 比較偏番茄色 或者橘棕色 好看嗎 它是比較偏番茄調 或者橘棕調的一支顏色 它就是一個 如果你家裡有番茄色的口紅 你就買它 看一下V16 V16好Special 高級到死掉的V16 巧克力色 好高級喔 好顯白喔 太復古了吧 我的媽呀 巧克力融化掉的感覺 好美 奶油挑戰 So beautiful 買它 哇 好好看喔 這支顏色 它這種巧克力棕的那種顏色 就棕紅棕紅的 這支顏色買它 V16 這是我的第一名 現在的第一名 拜拜 拜拜 拜拜